沉睡三千年,一醒惊天下,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启动以来,规律的古属文明不断惊艳世人。 近日,位于8号坑的铜珠鼻龙行器正式出坑,又引发新一轮的关注。 8月9号,记者前往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,探秘接见引人注目的器物。 据悉,铜珠鼻龙行器长1.2米,高38厘米,头宽20厘米,身宽12厘米,整体是四分泛对称的形式。 头部、身部都各有一道泛缝,龙头上有一个宽宽的鼻子,右边一只长耳朵,额头正中一只独角。 身体均匀分布着鳞片纹样及一连串羽毛状图案,形态奇特而优雅。 三星堆遗址8号,祭祀坑发掘现场负责人,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浩表示, 这件器物很可能是鼓鼠人借鉴了多种动物形象创造出的想象之物。 这件器物整体来说比较奇怪,就是说它本体形态是一个管状的器物, 然后带着一个像龙头一样的这么一个装,这个龙头上面有两只朝前掌的耳朵, 中间带一个独角,它和我们看到其他龙的形象不太一样。 那么当然在三星堆也有很多这种带独角的龙,实际上也有好几个这个样子。 那么在整个这个管身上是布满了这种羽毛的纹饰, 就是我们叫做羽翅纹的或者奇羽纹的这种形式, 以浅浮雕的方式在龙的这个身上。 那么在这个龙的头部和下颚,还有这个脑后的部分呢, 则是明显装饰的是鳞片,鱼的鳞片。 那么鱼鳞的鳞片这个,这种在龙的装饰上, 目前在三星堆此前是没有见到过的, 因为我们大部分在三星堆看到这个龙的装饰呢, 都是这个羽翅状的为主, 那么这一件的话是一个在头部和下颚呢, 是装饰了比较多的鳞片。 赵浩透露,卡古人员在该器物鼻子的周围, 还发现商代前非常重要的礼器牙张。 赵浩还提到, 铜珠冰龙心器只是对这件器物暂时的一个称呼。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官方定名, 这个我们需要经过增加讨论会讨论之后再给出定名, 这个目前的铜鼻动心器这个说法呢, 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称呼而已, 因为这件器物的这个形象比较特殊, 我们确实也以前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形象, 我们大概只能说它是一个龙的一个形象, 猪鼻的话只是为了表明它确实鼻部很特殊, 非常宽, 然后大概有15厘米宽, 然后6厘米高的这么一个宽宽的一个鼻子, 那么嘴的话和牙齿则是在一个偏厚的位置, 这种龙的做法也是没有见到过的一个形象。 赵浩还解释, 该器物厚度大约在3厚米左右, 且是一个中空的器物, 目前只能推测应该原本后面有一个木柱插到龙身里面去, 然后通过打铜钉的方式, 把木柱和龙身部分结合起来, 形成一个铜木构结。 根据现在的形态来看, 极有可能运用在某种建筑上面, 比如说建筑的屋角或者屋脊的部分作为装饰, 这个我们在后世也可以看到这种形象, 当然它具体是否是, 就是来怎么来装这个东西, 我们现在还没法完全确定, 因为在其次区没有发现明显的建筑的遗存, 对。 与赵浩的猜测判断不同, 资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,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,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宇认为, 该器物可能跟建筑的排水有关。 我个人估计这一件东西可能是跟建筑的排水有关, 不管是粮或者是排水的设施, 然后肯定是不会只有一件的, 我相信应该还有, 起码还有一个吧, 或者称堆, 或者是来自于更多的这样一个出壁浓印器, 在三星堆, 或者是在三星堆古属国王的宫殿或者神庙里面, 有这样的东西, 但是目前我们只发现了一件, 那么也可能, 非常可能, 意味着还有新的坑, 我们没有找到, 那也给我们就是提醒了我们, 或者是暗示了我们, 我们还得要去据一区去寻找。 雷宇也表示, 据他观察, 该器物在坑内保存的将未完整, 后期修复工作比较轻松, 相信很快就可以在三星堆博物馆与观众见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